学习快乐,快乐学习,我是王老师快乐学习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个ESR常中的一个小函数 这个函数叫什么呢,叫排名函数 英文名字叫runk.eq 这个函数是干什么runk的呢 就是负责排名runk的 比方说你在这个销售额,在这个范围里你排第几名 或者是你得一个分数 比如说中考或高考得一个分数 在你们班里或者在学校里排第几名 你可以用来计算排名 这个是非常常用的小函数 具体怎么使用呢,还是老办法 第一,我们可以把光标放在这里 点一下你第一列里的第一个单元格 就是你想把结果放在这里 你点它一下 点它一下,然后在这fx里面输入等号 或者直接在这里输入等号也可以 个人习惯于在这里输入等号 输入等号以后呢,输入这个函数 用大写,大写的英文的大写 用个.eq 它实际上有一个提示 你输入RA它就可以 这个excel函数都是这种格式 等于号,函数名,左货号,最后再U货号 然后头叠,你看它实际上是有提示的 看见了吗? 头一个是你要排哪个数 第二个你要在哪里去排 最后一个是升区降区 中间这种逗号封隔开 咱们比如说我想排这个第一季度 这个销售额的这个 p1的这个,在整个这个范围里排第几名 你可以点一下 点一下以后呢,输入逗号 英文的逗号 注意一定是英文的逗号 然后在这里边 后头不是ref代表是范围 你在哪个范围里去排名 你可以选中这个范围 诶,我在G3到G14里去排名 再点一个逗号 逗号是什么呢? 选零是降序 一是升序 升序降序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降序啊,就是我得100分排第一名 升序的意思是 我得0分排第一名 当然那是倒数第一 倒数第一 各有所长 都有时都会用到 但是降序用的比较多 但是同学们千万注意一点 一定在这里把这个G3到G14 给它选中 选中G3到G14 如果你是台式机电脑呢 你直接按一下F4就可以 如果你是笔记本电脑呢 你按一下左下角有一个FN 按住FN 再按F4 就是FN加F4 然后才能选中 选中这个范围 为什么要按一个这个呢? 这个的意思就是说 你把这个范围给它选定 锁死住 每次比较都是上这个范围里去比较 不是上别的地去比较 每次范围都是上这个G3到G14 这个范围去比较 看它排第几名 这个锁死的目的是达到这个目的 一定不要忘了 选中它以后 按F4 或者比例本FN加F4 千万注意 我们把这做完以后 我们可以调一下对购 它证明这个数啊 五十六万多在这个整体里排第十二名 排第十二名 我们光标往这边移 变成十心的十字 我们可以双击一下 它出来了 就是说各个这个销售额 在整体里面排多少名都出来了 非常方便实用的一个小函数 今天呢 咱就给大家讲解这里 讲解到这里 请同学们点赞加关注支持一下 好吗 谢谢大家 咱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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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